南回鐵路上的多梁火車站 背山面海 無敵海景 盡收眼底有全台最美車站的稱號 但從今天開始到這裡 得要付十塊錢的清潔費了 因為每年有二十萬人的造訪 人潮帶來的垃圾無法及時消化 鄉公所藉由門票收入 增聘這個清潔員 確保這冰海小站能夠美麗永續 火車快飛趁著碧海藍天 手機相機全出動 就為了捕捉這一瞬間 一直連綿青山 擁有臨死角無敵海景 讓多梁車站成為全台最美的火車站 每年湧入二十萬人以上 專程來這邊賞景打卡 但垃圾也隨之而來 飲料瓶罐被丟得到處都是 雖然有垃圾桶 但還是有些髒亂 讓美麗的小站顏面無光 泰馬里鄉公所 從二月一號起有了新措施 進來這邊 得要先付十塊錢的清潔費 好便宜 便宜啊 十塊錢而已 環境總要清潔一下 打扫一下 民眾覺得這收費挺合理 另外除了零有身心障礙手冊 六歲以下或一百一十五公分以下的 孩童 以及泰馬里在地的鄉親 其他民眾來這邊都要繳費 上午短短三個小時 就賣出了四百多張票 門票營收也會用來聘請 至少六位清潔及售票人員 來維持景點的整潔 預計春節連假期間 這邊也會有更多人潮 相公所也會在多家增設 標線以及立牌來引導 華視新聞 陳軍藝 梁洪智樸心語 台東報導 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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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